大家好,我是彩虹 快过年了,这个点心一定要学 如意酥,让你来年,事实如意 碗中准备120克普通面粉 加入30克油 10克糖 50克清水 搅拌均匀 再下手揉成稍软的面团 移到案板上,继续揉5-8分钟左右 直到把面团揉光滑 用保鲜膜包好,先放一旁 再准备80克面粉 加入10克油 搅拌至无干面粉 搓均匀 整理成团 同样包好 和油皮面放到一起,饧面半小时 然后取出油皮面 平均分成两份 将两个面团都整理成圆形 再把油酥面团同样分成两份揉圆 取一个油皮面,包入油酥面 像包包子一样包起来 再团团圆 然后擀成长条形 从上至下卷起来 两个面团都做完 用保鲜膜盖好,休息10分钟 然后按板上抹一层干面粉防粘 取最先卷好的面卷,按扁 先压一压 再次擀成长条形,卷起 卷好,休息10分钟 再将二次卷好的面卷,擀成长约25厘米 快约18厘米的长方形面饼 再涂抹上豆沙馅 再涂抹上豆沙馅 尽量涂厚些 豆沙馅也要选择干性的 这样方便卷制 然后两边向中间卷起 尽量卷几时 使两端的面卷粗细一致 翻个面 再切成均匀的小段 全部都做好后,摆入到烤盘中 表面刷上蛋黄液 再来点芝麻点缀一下 送进预热好的烤箱 上下火180度,烤30分钟 具体的时间和温度 还要根据自家烤箱的脾气来调整 时间到了,出炉 取出来后,等完全凉透就可以开吃了 简单无难度的一款豆沙如意酥 轻轻一捏便稀碎了 香甜的馅料 酥酥的外皮 入口即化 不油不腻,口感刚刚好 过年必做的一款点心 必让你来年事事如意 美食天天更新 咱们明天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